以前有得过风湿 有风湿吗 风湿 发烧发时间长 不太清楚 也不太清楚是吧 因为整体的几个半膜都有一点问题了 哪个 就是我们心脏它相当于是四个房间 四个房间 每一个房间往下面走的时候都有一个半膜 就相当于一个门 那你 现在没有 唯一没有报的叫肺动脉半 其中你的二间半三间半主动脉半 它都是有一些问题存在的 那就是一个肺动脉半现在没有报问题了 但是它又报了一个肺动脉高压了 就是说整体都是一个叫做有问题的一个 目前如果说仅仅只是说 凭这一个结果上来看的话 还达不到做手术的一个标准 因为它都相对比较轻 相对没那么重 但是因为你各个半膜之间它有相互的关联 就有可能会掩盖 就是啥意思呢 它会掩盖到人这一个病情 就是说它可能几个半膜之间呢 它会相互影响 影响到了比方说你前面一个它是相当于蹦雪的嘛 前一个房间把雪蹦到另外一个房间去 蹦过去了之后 那个房间里面你的又反回来了 它整体就少了 整体少了之后 再往下一个房间送的时候 它又有反回来的 你反到最后的时候 它可能就不够了 那些雪都 这种意思吧 现在三个都有问题 有三个半膜都有问题 按照这上面的描述的话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 你一个世间阁 看增后了 世间阁增后一般 什么情况下容易见到 就是高学家的人 高学家前面的压力大了 还有水啊 就抵在这个房间里面 要撑啊撑撑就把它撑大了 你现在是 这个房间它也开始出现一个 叫做 这个描述叫做 世间阁余左是后比正常高值 我们正常值是6到11 你现在是11了 高学家的病人才11了 你在超过那里 就要做有结构的问题了 那对于 那个什么新刷怎么没关系吧 这个意思就是一个心脏的功能下降 这个也是关于那个心脏 就是所有所有这些 它流速 流量 它都是跟心脏的功能有关 心脏什么功能 就是泵穴的功能 这个泵穴 它哪个霸膜都开始出现一点下降了 就是怎么 整体的新功能是有一点下降的 那就说这个也是 也相当于心衰了吧 我们说心衰有点难听 就是说心功能下降 但至于你说 要重视它的话 你就把它理解为心衰 你要开始重视它 可能你这些 开始弄的话 就要吃一些药物了 吃药就可以了是吧 至少是先吃药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找一找原因 找一找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棒膜 出于问题的原因 嗯 就还要做怎么检查 你以前 就你刚刚 讲你十来岁 十来岁的时候 就那次发病 嗯 为什么去看病啊 就那时候 嗯 就为什么反正就是 一开始不懂是因为喝红牛 还怎么样 嗯 然后喝多了好像是 然后就咳 就咳血 有咳血了是吧 对咳血了 就我爸就把我送回来 回来就是检查 反正一路去检查 后面到了 那个瑞康那里住了 一两个月晚上住院 也是新的问题 就是 没有做过手术吧 没做 那时候本来要做 但是因为还小嘛 所以就没有做 就可学呢 之前没有过 发烧发烧发烧 蛮长一段时间 有过这种经历吗 好像没有吧 那你现在再回过头来 再去找原因的话 就有点困难 就反正以前 就没没得这个 住院的是 之前身体都挺好的 嗯 最后面就是住院了之后 就 就 那个了什么 然后各种各样的问题 因为 如果说你是 现在 你不是26岁 你是 80岁 60 70几岁 出现这个瓣膜 出现这样 那样系列的问题 我们把一些药 直接就加上去了 然后 控制症状 也不用 不用考虑所说的事情 那你现在 那你现在如果说是你的话 可能就是 药物加上去了 因为一旦吃药的话 很多药物就是一个 长期的一个服用过程 中药是什么 那不是中药 要吃的话 还有些是一些西药的问题 中药只是说是为了改善一下症状 可能你近期需要靠一点中药 去把症状改善改善 但是 你去为了避免这个东西的发展的话 这个东西的进展 可能要靠一些西药 目前来讲的话 那都还算是一个相对比较轻的状态 那所有都是写的描述的是轻度的 嗯 但是 我个人觉得你这个可能 症状的描述跟这个星操的结果 还有一点点差异 可能症状更重一点 就是 因为我听杂音还是很很响的 还是很明显的 而且他这个二线板这里 他还仅仅只抱着一个轻度的一个反流 才几个毫升 才三个毫升 十八个毫升 但是我听起来应该不太像这么一点 可能比这更多一点 就说实际的比那个还重 对 可能实际上的比这个还重一点 因为他测这个只是说看流量的 他不去评估你这病情来的 他测到多少就是多少 但是你本身就没有那么多血排出去吧 但是他反正还是有这么大 嗯 就可能实际上的比这还重一点 我有意思 然后 反正一抽免疫系统的又贵 你是要查免疫系统相关的问题 免疫系统 看看有没有免疫系统引起了这些问题存在 我觉得 平时有其他地方的疼不痛吗 这种 嗯 经常头痛 膝盖啊 背伤啊 肩膀啊 这种 有啊 腿啊什么的 然后腰 腰就是 之前被压过 然后最近也一直痛 之前是被压过 什么意思 那腰受过伤吗 是受过外伤是吧 嗯 也来你们这边检查了 这个时间 前段时间没多久 检查说 腰肌老爽 我看 就是你七月份做那个CP上面说的什么 然后地下关节炎呢 要除外强度性脊椎炎的这种东西 然后你要年轻 可能要做对这一块位置做核磁啊 就是这样的 嗯 也是一个 后续也是一笔费用 可能你因为你涉及到的问题 它不仅仅只是心脏 所以对你来讲的话 门诊查也可以 门诊查的话相对就复杂一点 然后住院查的话就可以 嗯 相当于简单一点吧 他查的也详细一点 那花费两者可能 最后的花费可能差不多了 然后 嗯 让他帮你请 请一个相关专科 的一个专科医生来看 嗯 包括风式免疫科 可能后续也要去来 跟你一起去看了 嗯 你是属于我们叫做疑难病 疑难病 稍微疑难一点的 它不是单纯的一个系统 它可能是 可能刚才像我怀疑的 就是那种就是 你一个免疫系统 出现故障 它的免疫系统可能是被激活 也可能被那个 但是如果说 仅仅只是 我们能够把这一块问题解决了 心脏的问题不再继续往下发展 只要是为了控制这个嘛 嗯 你看周杰伦他不是也有一个强制性脊柱炎吗 嗯 对不对 人家也活得好好的呀 对吧 那但是你的话 之前就可以怀疑你是这一个问题 其实他CT上面已经报过了 也可能你之前 没有注意到 嗯 他之前就是查那个医生 就是说腰肌脑损 其他都没有说 嗯 他这上面是写的 低卡关节炎 然后有强制性脊柱炎的可能 嗯 就这一点 所以你最好的话 是把这一块一起弄的 好吧 嗯 我先帮你开住院单 开完了之后 你明天过来 就明天过来 啊